那现在我们这些作家 因为在山海我们长期跟他们合作 他们从不会写开始写 然后后来变成是有名的作家 我们都一路陪伴了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留下来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影音资料 以前那种小漫长播放 那个还在路边走来走去的时候的照片 还有很多他们的手稿 然后在山海里面大家喝酒 开玩笑 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有 那我们变成山海除了这些作品之外 就是这些作家的声音 就将近15年的那个成长的过程 跟我们互动的无论是声音 或者是都变成是我们蛮丰富的材料 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数位典藏 就很希望能够把这样一大批 我一直觉得是原住民介入书写 或者是原住民文化 或者是文学再创的一个创世纪 我是觉得我们真的再创造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一定会跟我们这一代有比较大的不同 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新的资产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 然后方向上面跟我们的可能性 就是创造的可能性就有比较大的空间 那把它数位典藏下来以后 可以按照现在的这些科技 让它不但流通的更广 而且更细腻 因为你后来看电影看纪录片还是剪辑 所以你看不到那个 因为剪辑以后就表示修饰过 那我们这边蛮多原貌的 就放上去以后 很像幽微的这些东西 也变成的是一些将来有趣的材料 那我是很开心 而且因为我自己不是懂这些科技的东西的人 那我们也靠很多我们的学生啊 我们上海的工作同仁啊 他们也有这样的工作 他们也有这样的技术 希望这些弄下来以后 不但让同胞看到啊 为未来的小孩子做一些准备 而且能够让更多的汉人的朋友 或者是国际的朋友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个用文字去创造可能性的一个过程 我都觉得蛮好的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 梦本的长篇 看看 我们下来看 现在我们下来看 你 автомamas 感觉 有点 感谢观看